你这个橘子啊 不要卖两块五 你应该卖一毛钱一个 一毛钱一个 那我不亏死的 你亏是亏 但是我今天教你三招 说不定让你这个橘子 今年都不够卖 而且永远都不缺客人 是吗 你要不要学 学一下 如果说亏了算我的 赚了算你的好不好 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你看这边这么多人 相信你那个年轻人 还带来一点好运 那你坐那里好不好 我来先当代理老板 可以吧 橘子一毛钱一个啊 橘子一毛钱一个 有没有人要 是真的一毛钱一个啊 你要不要便宜 就这么便宜一毛钱一个 那十块钱给我十个可以吗 我先跟你讲一毛钱一个有个条件 你有没有加老板的好友 你加了好友给他发一个 那个小红包都可以了发一毛钱 可以吧 没问题啊 而且你加了他好友之后 可以免费送货上门 方圆十公里之内 你就不需要再跑过来这边买了 好吧 你刚才说你要花一块钱拿十个 我跟你讲哦 这个是不行的 亏大了 一毛钱一个是过年期间送给你们的福利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有一个水果卡的一个活动 你只需要花十八块八 我就 我就送你一斤 十八块八我都送你一斤 十八块八有那么便宜 十八块八一斤橘子还便宜啊 有那么夸说 你确定啊 十八块八一斤还便宜 我告诉你啊 我们的橘子市场价是卖三块钱一斤的 十块八只是你的会员身份 明白吗 而且免费给你领一斤橘子手 并且呢 十八块八还可以给你抵五十块钱使用 就是下次你过来的话 你这边有五十块钱 每次过来 消费满三十以上 给你抵百分之十使用 有那么好的事 对 你要不要 要 那你给老板直接转十八块八 发个红包都可以了 可以吧 好吧 然后我这边直接给你装一斤橘子 嗯可以可以 再给你拿一个 嗯可以可以 好吧 好好好 来了一毛钱了 你再给一毛钱一个 那么便宜 那么便宜对吧 你没见过那么便宜的吧 一毛钱一个橘子要不要 一毛钱一个 一毛钱一个 哇你好眼熟啊 啊 真的假的 骗人了 一毛钱一毛钱一个你要不要 你有你有你有没有微信 那我 我一块钱给我十个呗 要不要一毛钱一个 啊 不要啊 一毛钱一个都不要啊 哇这么富裕啊 一毛钱一个 你要不要 要啊 你要是吧 那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加的好友 那现在加吧 加一下他的这个微信好友 发一毛钱红包给他就可以了 你就拿走就可以了 一个 就发一毛钱给你 对对对 刚刚我教那三招 学会了没有 差不多了吧 那我给你总结一下 首先呢 橘子一毛钱一个 是为了干嘛 引流客人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吧 那么客人上来去买橘子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 一定要加你的好友 知道为什么要加你好友吗 因为加你好友之后 你看你这里有葡萄 有龙眼还有香蕉 以后你在朋友圈发 他们都能看到 对吧 然后还要记得把他们拉到群里面去 这样的话免费送货上门 你这样客人是不是直接在手机上面都可以操作了 对吧 这样可以卖了 啊 那么第二招通过水果卡去留住客人 这个叫什么叫索客 对不对 然后第三招呢 每次过来可以抵用 50块钱嘛 你不是反他50块钱吗 那50块钱里面的话 每次过来抵10% 他可以一共来几次 好了 我们先总结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卖一毛钱一个 那么每次呢 50块钱他可以来几次 他可以来 他要来10次买你的果 是不是长期就会复购来买你的果 对吧 那这样的话引流有了 流存有了 转化有了 还有生单 学会了没有 明白了吗 那你送我一个可不可以 可以 我拿葡萄 啊